澳兰多有多少人 我们现场查数据 因为我查到的就几十万人 澳兰多 室内只有三十万 但是都会区有两百万 意思就是这个城市 我们现在市中心这边可能就三十万人 对 但是算上周边的小Subber就有两百三十万 看来大部分人还是不大喜欢住市区 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是Chris 我们两个现在是在佛罗里达的中部地区 对 澳兰多的市中心公园 这城市舒服 温度舒服 其实我俩都算穿的厚的 按理说的话 大伙都是穿的转秀 刚好有个转秀哥们走得过去 还低着投完手机并没有看到我们的摄像机 然后市中心这边那边停车也方便 三个小时十二美元 这已经是很良心的价格了 主要是便宜 所以我们两个能在这个城市溜达三个小时 然后准备在这个公园吃个便饭 对 奥兰多可是著名的旅游度假圣地 有迪士尼最大的迪士尼还有环球影城 但是我跟Chris都不考虑去 因为要么带小孩去 要么情侣去 是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市中心的伊欧拉湖的边上 中间是一个小喷泉 这边有不少的水鸟啊 看看这个方向 我看到了一座中式凉亭 过一会儿走路过去看一下 他这个市中心美国通病 只要是市中心就有大量的流浪汉 这个位置可能得等他 他走估计走不了 我俩得走 对我们俩换个位置得吃点东西 美国这个流浪汉 一般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 虽然说homeless很多 但是治安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他们很多人都蛮有礼貌的呢 超市买的14块钱的寿司 还有一盒10块钱的虾 在公园里吃个简餐 好了好了 这果汁大概5块钱 果汁干一口 果汁干一杯 嗯 你先吃哪个 中心 那是一个这个 那我就先来个虾 臭司我估计还得拿手 这两款酱 一样 你要说这么多虾才10美元 那是真便宜 这样一顿才20多块钱 嗯 30 嗯 多啊 嗯 找个地方加酱油 好吃好吃 还有酱油吗 有啊 两个方倒酱油 倒点倒点 哇这个虾好好吃 72块钱人民币 这样一看的话 嗯 这个这个虾确实便宜啊 直接拿手了啊 嗯 这虾真不错 还有点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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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肯定是比那个汉堡 汉堡划算且健康啊 对 健康是肯定健康 嗯 你之前吃的东西不一样 对 对 我俩又打开了 最重要的是没有 应该是没睡 嗯 收了1块8的睡 有睡睡少 因为他这边好像是 食物收的睡很少在超市 对 最重要是没有服务费 嗯 那你要吃老墨的 墨西哥人的餐厅 我还不如干这一顿 是吧 表费一改 服务费一改 睡一改 就顶着饭了快 对啊 服务还烫 嗯 这虾得吃完 嗯 嗯 这是真爽 嗯 风景不错 嗯 嗯 吃饱了饭 我得 围着湖转一转 它还有四双心 对 四双心 溜达溜达 蛋白质 还有草 还有淀粉 嗯 水果也不能 少了 哎呀 这两个虾 你再吃一个 我吃不下了 我只能再吃下一个 那有一个虾可怜的被人倒垃圾桶了 那倒不至于 吃饱饭了呀 都吃撑了 那两个虾最后就是撑死我的最后两个虾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俩吃饱了 开始游湖 这边这个天气是真的太棒了 哦 这天鹅都已经霸道到上岸 占草地了 都已经 这还不是一只 你看 这还有一只呢 都快占马路了 这公园挺好的 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厕所 我们也搞个搞个硬币 这多少的硬币 25 25岁 这25 没有啊 你把钱伸进去了 对啊 也没出来呀 钱呢 钱他也不退啊 我们遭遇到了天鹅诈骗 天鹅诈骗 你这是不是要一下子领到头啊 再放再放再放 这不就完了 哇靠 来来来来 你拨拉点在我的手上 好好好 一人一半 一人喂一只 我就不算想喂他 他不会啄我吧 我就担心他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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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 来来来 把它放到这边来就行了 放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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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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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行这还行啊 这还挺乖的 对啊 挺乖的 他吃的是啥 我也没看懂 叫玉米 还有一些纤维 一些干粮 哎 我好像看到个好玩的 原来他们不用上岸也有吃的 啊 对对 他们自己去啄那个 他自己会掉 就是天鹅拿这个嘴 也可以啄出来吃的 有个小机关一样的 看到没有 哈哈哈哈 这挺有意思的 不认识 这是黑锦天鹅啊 我怎么不相信呢 对啊 我也没看到他哪里黑了 对啊 鸭子倒是 对这应该是黑鸭子吧 我们刚才喂的就是这个吧 皇家mute天鹅 就这个嘴特别长的 这个白色这个鸟 这是啥啊 这个 大家有没有懂得跟我讲一下啊 哈哈 这小孩 这公园的游乐设施呢 发达国家都大差不差的 来过来呀小家伙 他这个嘴这么尖 肯定就是适合 在这个泥巴里头找点东西吃 说不定都是啄蚯蚓吃呢 我觉得 小虫子什么的 就让我很惊讶的 这个湖边上居然有一座这么精美的中式凉亭 看到吗 这个又不知道是什么鸭子 我俩已经是没有硬币了 这是啥鸭子 感觉这么高级的样子 一看就吃不起 吃完它估计三年起步 端上多了这东西大差不差 这个又是什么品种 感觉这边的动物真的是不把人当回事 你就坐在这这些家伙就在你身边到处溜 你别动 你看他这个会不会靠近你 这是鸭子 真的是 你好鸭 你好鸭 那走了 刚才说他们一点不怕人 我坐在这他就赶过来了 挺高贵啊 看起来颜色有点那种墨绿色 尤其是还带一块红色的 他们三个在干啥开会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只公的 这两只是母的 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啊 这是他两个老婆 我看得像 奥兰多这个城市真的蛮舒服的 这小景造的 刚好还有一只白天鹅 衬托了一下这个景色 哎呦哎呦哎呦 这啥这个 刚夸完你 这这波又倒了的感觉吧 怎么回事 只要市中心好停车 就让公园多一点 就很舒服 在休斯顿呢 也有公园 但是确实是人太多了 不好停车 压根没享受得到啊 现在是绕图一圈 看一下市中心还有哪能干的 我们先把这个吃的果汁 水果放回车里 三个小时啊 12美元 这算是市中心的良心价格了 哎呀 这美国的 只要是个大城市的市中心啊 这刘长汉就聚集在这 因为容易获得免费的食物啊 对面是图书馆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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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兰多这个城市啊 搞得挺好的 干净真的挺干净的 这就是纯混凝土结构的感觉 奥兰多的公共图书馆 这外边贴的是木板啊 焦住成型的 书馆应该是随便进吧 应该是没人拦着 哇里边好凉快啊 1985年建的 85年的时候 有这个非常前卫的那种设计 可以可以 走 上去看一下 这也是咨询台 Info Mission 所有的全部都是在一个分子 这里加了一颗木质楼梯 好的 书看可能看不太懂 看看画倒是没问题 就展出了一点这个古老的家庭 有多古老呢 好几年前的那种 那确实挺老的 哇图书馆里还可以体验 那种三个屏幕 驾驶摔车的感觉 是不是 宅男家是标配这种东西吗 这个风格蛮好的 要永不过时 放个一百年也觉得挺好 这是墨西哥 墨西哥裔吗 还是混血 1965年5月3号 老的这个图书馆就给拆掉了 就留下了两块砖做纪念 我说国内的图书馆我可能偶尔去一趟 还能呆一呆 这种地方图书馆我一边都看不懂 顺道说一下啊 克里斯是懂日语的 别 虚懂一点点 虚懂 虚懂 就是能跟日本的朋友时间交流到的而已 陪你分享会说两句 乱语 别说日语啊韩语啊 他们有的时候做封面啊什么的 很喜欢用我们的汉字 中国个景 中国个景 对 这是泰吗 日本景 中国人和日本人 我说五十英对境有点记不清了 这真是三脚毛日语 就是日本人他一直是想到我们的中文去的 但是好像发明家 发明这个文字的人他有点能力有趣 就还是很多的中文啊 这是一种庞大的文化现象 他也不是说想去就能去的 对 有种他自己发明一些在这里代替的 像韩语的话 现在去中国 汉字化已经比较全面了 但是日本嘛 感觉还是有很多 那个片甲名里面就有很多 罗马英 像什么 马克多拉路头之类的 很搞笑的事情 尤其是化学啊 还有那种 经济学啊 就会用到很多的英文词汇 感觉日本人 他们自己用的也挺难受的 就是上高中的时候 我的文学造诣最深 就那时候看了很多书 乌尔板 那种水武装啊 生活演艺啊 这些我都看完了 现在确实是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的功夫了 给你们表演一个我上课时候的状态 可能 就是前五分钟 然后十分钟 十五分钟 我上课的时候特别喜欢睡觉 哎呀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胳膊压疼了 压酸了 就换个这个胳膊 所以说血渣呢 坐在这儿 压根就不想看书 这三位都是我的同学 都不看书 玩手机听歌 这城市啊搞得干净呀 很舒服很舒服 佛罗里达的阳光也塞上来 这个流浪汉问题啊 是所有美国大城市的通病 这有一只小松鼠 你看看我正在追踪一只小松鼠 哎他跑得好快呀这个 哈哈 往上爬了 今天一下午我反正就在城里到时候走 就溜达溜达 没有太大的方向 因为明天啊 可能是有比较艰巨一点 所以说今天呢 就比较休闲一点 这个阳光倒是充沛 晒了一倍多小时 我又快去走阴凉的地儿了 考虑了一下 就坐在这儿喝点东西 上上太阳得了 城市不是很大 就随便走一走就得了 明天早上我们两个就想着早早的出发 就开到这个 穿过迈阿密 先不在迈阿密停 去那个美国大陆的这个最南端去带一带 然后再回迈阿密 有啥喝的是 这边有他们的饮料 我就喝个这个软饮就好了 我就喝个雪碧 所以是喝的是 色素 色素 不同国家的贵架色素饮料 哎呀好舒服 晒着太阳吹着风啊 满阴凉的 这边还有 棕榈树 就差一个大海了 明天我们就去看大海了